這台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眼熟 就是近期討論度非常高 拿來跟保時捷911PK的這台MG4 以往大家會覺得電動車是有錢人的大玩具 但是現在不是喔 你可以用更加親民 人人都可以入手的價格 擁有這台純電的鋼砲 也就是MG4 我們一起來看看 這個顏色漂亮嗎 它叫做Racing Green 為了致敬銀石賽道而取的名字 那這次MG4有五個顏色可以選擇 同時它還有兩個車型可以選擇 像這兩個車型呢 它同樣搭載是64度的這個電池 但是就是動力輸出的不一樣 例如像是比較入門的這種後驅旗艦版本的話呢 它是204P 雙馬達四驅的話 它動力可以來到435P耶 天啊 這差一倍之多 可是價格並沒有說所謂的差一倍喔 但大家可以看到 怎麼樣從外觀辨別是後驅版的 或者是四輪驅動X-Power版的呢 外型上面好像都一樣 就是在輪圈上面的形式不同而已 有沒有看到那邊的形式是屬於花瓣狀的 那這個是屬於這種雙色切削的式樣 另外外觀上面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分辨出 它是後驅跟四驅呢 那就在車尾的部分 有一個AWD的就是四輪驅動X-Power的車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型 是不是符合大家的期待 我本來想說我看到車格的時候 4287mm然後軸距2米7多嘛 我覺得好小喔 4287耶 但是實際看到車之後 因為它是屬於跨界的先輩車 所以看起來真的還滿有份量的 靈動之眼 感覺起來是炯炯有神 然後它做的其實很有運動化的風格喔 連包括下面啊 這個地方 下氣霸的地方 它有AGS的主動進氣的格柵 來進行這個散熱的工作 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車側的部分 好 其實它在胎圈的配置上面啊 用上的都是普利斯通18吋的EV胎 但是呢 在X-Power上面呢 它用上的就是 Continental的這個煞車卡鉗 單活塞 可是呢 外外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四活塞 No 它其實是單活塞 好不好 235 45 R18 那如果說是後驅版本的 這種旗艦版本的話呢 它一樣配置的是普利斯通18吋的EV胎 開圈的那個胎蓋的部分啊 就是屬於比較低風族的輪胎啦 那我覺得99.9萬啊 買到可以跟高性能的 這種車款外型一樣的話 我覺得很OK 而且超過200匹耶 是不是很讚 超香的 MG4呢 它的充電孔是在駕駛座的後方這個地方 直接一打開 你可以看得到 它一樣支援有J1772然後CCS1快充慢充都有 那講到它的快充的速度最高可支援到140千瓦 那這顆電池因為它是64度的電池 那可用的電池度數是到61.7度 然後在這個NEDC它所公布的續航里程是491公里 可是如果說是後驅的旗艦版本的話呢 它的續航里程就可以到達567公里 而且都是用三元離電池 我本來想說它們會進的是一個什麼 磷酸鐵離電池 結果還好 它們用三元離電池 那它的效能會比較好一點點 而且10到80%的話呢 需要26分鐘的時間 同時我覺得它很難得可貴的是 V2L它也有耶 而且它可以最大供電到1500瓦 所以呢 你像吹風機啦 或者是烤盤啦 還有那個微波爐啊 都不是問題喔 其實它們的車尾還是有一些不一樣耶 即使是X-Power四驅版本跟後驅版本啊 你會發現它的下方保感的部分啊 如果是X-Power的話 它是用這個高光澤的黑色鋼頸烤漆來呈現 可是如果說是屬於後驅的旗艦版本的話 它就是屬於防刮材質 所以包括連前保感 後保感 還有側裙的部分 只要是防刮材質的部分 就是屬於比較入門的這個後驅版本 那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沒關係 自己到後面99.9萬買下去之後 到事後再去給它貼成高光澤的 一樣沒有人認得出來好不好 然後那後面呢 我覺得它的車尾很漂亮 實車真的比你看到的影片還要美耶 因為它有雙尾翼的設計啊 上面那個尾翼有一點點像 我覺得很像蝴蝶姐 然後下面呢 它的尾翼啊 是貫穿式那種天鵝座的尾翼啊 我覺得做的也很有個性 尤其是晚上它的辨識度 肯定是會非常非常的高的 好 再來看一下它的後箱 沒有電動耶 沒有電動 但我今天聽到一個說法耶 就是說因為有一些電動尾門啊 其實它會吃掉蠻多的電 這是給它找竊口嗎 因為基本上啊 我覺得它不是像休旅車這麼的高 所以你基本上你只是這樣子 它有電磁閥的輔助 我覺得是蠻輕鬆的 好 幫大家展示一下 在後行椅箱的部分呢 它可以這樣子最大1165公升 然後如果說你一般在第二排座椅 在正常使用的情況底下呢 我們現在這樣的狀況是365公升喔 可是呢 它有另外一個很棒的東西就是 它可以往下下潛之後呢 下潛進不去對不對 它告訴你說 OK 我把兩邊折起來 我跟你講 折東西女生最會的 真的 收納 你看 下潛之後它有多出了400 應該是400 4-365多少 好 你們自己來告訴我 就是多了一些這樣的行李箱的空間 而且呢 它還有那個後方的行李箱的照明 我覺得非常棒 OK 來感受一下後座 雖然它只有4米2多 不到4米3的車長 但是它的軸距超過2米7喔 是屬於中型SUV這樣的級距喔 然後看看前面 前面呢大概就是174的男生 你看我後面 超大耶 對啊 我本來想說它會不會太小 結果不會耶 然後以我的這個腿部的支撐來說 我覺得是OK的 還有很多人說像電動車啊 因為它的底板的部分 因為鋪滿了電池 就會怕說你坐在後座 會不會有那種板凳感 有一些豪華品牌的車 油電共生的車 它真的坐在後座會有板凳感 可是這台MG4沒有 因為呢 它是用這種比較特別 超薄躺平式的一個電池設計 所以他們有強調說 甚至於它電池的這個厚度啊 都比特斯拉的電池12公分 還要再小喔 就是大概11公分左右 所以你坐在後面 跟一般傳統油車其實差不多的 那在後面呢 只有在頭部的空間上面 受限於車型的關係 你在頭部的空間 會稍微覺得說比較局促一點點 如果女生坐在後面OK 但是如果是男生坐後面 可能就會稍顯壓迫感 再加上因為它車型呢 是整個比較偏運動化的 所以在車頂的部分 它坐的也是深色的 所以你的視覺上面的感覺 你會覺得是比較有一點 有一點傭斃的那種感覺 可是實際上坐起來 我覺得是OK的 然後中間的話 這一台就沒有中央扶手 那我覺得因為沒有中央扶手 好處是什麼 坐中間比較不會不舒服啊 那這樣也很好啊 我可以載五個朋友啊 然後它後面沒有冷氣出風口 然後這邊呢 這邊有一個 有兩個格子的 置物空間 下面也有一個置物空間 那其實基本上我覺得這台車 看起來 118萬對不對 買到頂規435匹 61公斤米多的這個扭力 0百加速3.8秒 車內還有幾級 然後基本上你坐在後面的朋友 也不會不舒服 如果說都是女生的話 你可以一次把四個沒 不錯 好在車內呢 其實後驅的旗艦版本 跟X-Power的車型啊 只有像比如說 頂規的話 它就是用這個 Akintara幾皮的搭配 那跟比較入門的後驅是不太一樣的 那基本上呢其他東西大概都差不多 喔 還有這個金屬踏板 也是只有X-Power 它才有這種運動化的金屬踏板 那比較入門的後驅的話 就沒有這樣的金屬踏板 然後我們看到前方的配置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我覺得 我坐進來 因為很多媒體都已經摸過這台車了 然後呢我第一次接觸它 我覺得其實它極盡可能的 讓你感覺到 它還是有一些比較豪華的氛圍 所以呢 很多都是軟質的 就是說其實有一些塑料 可是都是比較軟質的居多的鋪陳喔 那前方這個是7吋的儀錶板 中間呢是10.25吋的這個 就是中央的資訊幕 那其實內容呢 我想很容易掌控 就是前面7吋的這個儀錶板裡面啊 左邊它就永遠不動 永遠就是半自動輔助駕駛的顯示 你們看喔 現在還有demo 有autobuy啊 然後中間是一台MG4啊 它可以偵測到三車道耶 現在很多國產車還沒有三車道耶 有啦 有啦 Honda有 對不對 對 再來就是MG4 我覺得這個蠻 我覺得有亮點喔 然後右手邊就是一些 有關於車輛的掌控 例如門現在開啟啊 後尾門現在又關起來啦 但是我覺得它的自由 稍微小一點點 反正到時候有一些詳細的資訊啊 在冠儀實際試駕的時候 會再跟大家分享 只是我們粗略的看一下 它的配備有哪一些 那前方這個 方向盤我覺得也蠻酷的耶 因為它蠻多角形的 可是跟它MG的這個logo 有一點點像 就是不是圓形的 然後上屏下屏 很有運動化風格 然後左邊跟右邊啊 分別控制車輛不同的東西 像左邊的話就是MG Pilot 而且它是2.0喔 所以你從這邊 它甚至於有這個一鍵就可以開啟 那至於它上路呢 到時候幫大家試駕的時候 再來感受 好 那中間10.25寸 它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那下方呢 這個地方它也有 它是無線充電板嗎 它上面有寫QR 有耶 是 它是無線充電板 中央安座的部分 設計的還蠻有科技感的 懸浮式的這些 比如說懸鈕啊 它是採用那個懸鈕式的排檔感 這很有科技感 然後打針P的時候 裡面還有一些微光 可以讓你看得到 然後RND全部都在這個地方 然後電子手煞車 然後你看它是懸空的 懸浮式的這樣的設計 然後下方呢 其實它也有很實用的製杯架 還不錯耶 不過這個地方稍微淺一點點 然後在頂規的車型上面 其實X-Power它還有 六項的電條的座椅 這個部分我覺得配的還蠻不錯的 好 這個10.25寸的螢幕啊 其實我覺得這樣看起來還不錯 因為它可以任意的滑動嘛 好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它有兩層 所以你要關掉電源的時候 你就直接從這邊關 是喔 這邊是整個車輛關掉電源嗎 真的耶 真的耶 我們好慫喔 基本上你看 你根本找不到一個啟動鍵啊 是不是 它就是電動車 很酷耶 好 那下方有實體按鍵 有Home鍵啊 然後你的空調啊 它的這個地方是在這裡 然後音量大小 它還有實體的按鍵 大家應該很關注說 如果我現在入手了MG4的話呢 我接下來養車呢 會不會是一個很大的成本呢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電動車呢 在養護成本上面 它包括了定期的保養啊 什麼一定都比傳統燃油車還要更省嗎 還有就是充電的部分 你只要是MG4的車主的話呢 你入手就會有1萬塊錢的充電金 而且他們現在已經配合了七大家的超充的合作夥伴 意思就是大概涵蓋率已經到了70%了 對於充電這件事情 你可以不用太有這種里程焦慮 那不知道大家覺得說 進入了電動車實在 你現在有想要換電動車嗎 那如果你想換電動車 你會不會考慮這一款呢 目前在台灣喔 就是第一個百萬之內 之前是N7嘛 它現在已經漲價了 現在百萬之內你可以買到的 就是MG4 你覺得這個產品是不是你喜歡的呢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給我們